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 郑秦安卢柱之医学讲授 第二期第二十讲规制法一 这是这本书的第二讲 参照书中内容425到427页 规制法在上一节我们讲了 菌株扎草洋活将是规制法的组成 规制法的变化大概有三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讲的 以菌株扎草洋活将这一组要为组成的方法 均称为菌株扎草洋活将这样的变化 另外它还有两种变化 一个是用小茴香的 一种是南山渣以小茴香灵活运用的 大概就是分这三种方法 今天晚上我们讲 以南山渣为基准方的菌株扎草洋活将的基本变化 麻黄汤以法为结构 所以说当我们千万表证用规制法 比如讲吴汉 那就是说我们讲的像山寒论说的 山寒吴汉麻黄汤 这个麻黄汤法就具有麻黄汤的作用 但是它的作用比较温柔比较平和 它的组成是菌株扎草 菌你看贵枝仓柱南山渣枝干草生辰皮生姜 这个里边用什么 用生辰皮来加上仓柱来解决麻黄汤的开表的作用 这里边加成皮去掉了阴阳货 就是在贵枝基本法的贵株扎草洋活浆里边调整的一味药 就有麻黄汤的作用 所以我们复养医学把这些汤通通称为法 就包括现在我临床所用的什么无欲二臣汤法 四合汤法 窗屋汤法 以及四尼大柴湖汤法 四尼拜毒法 等等我们都以法 法呢 我们以基本组成为主 然后可以灵活变通 这样方向比较明确 麻黄汤法呢 应用要点就是我们说的感冒之后 没有汗 比如说病人物寒冷啊 这都是可以应用麻黄汤法 但是我们知道麻黄汤在上寒论里用量很大 为了防止过汗 所以说复养医学强调温柔的治疗 循序渐进的慢慢调整 这样我们不伤症气啊 这个是原则啊 所以说复养医学的麻黄汤法 要求扶本方之后 胸背 有微微有汗机制就行了 微微嘲嘲就行了 而不能说过汗 过汗也要伤症啊 所以说我们有感冒了 那感觉肌腹背部一紧一紧的 没有汗啊 所以体温也升高 不要害怕体温升高 就不敢用这种法啊 体温升高是皮毛打不开 人体的阳气在冲击寒邪 导致体温升高 你让它微微一出汗 等于说我们背部 胸背一出汗 一出汗了以后 一出汗 那是怎么样啊 体温就解了 所以说要汗出表解 非常重要啊 所以说汗出表解 不出汗表解不了 为什么我们知道 太阳膀胱经被含血所侵袭之后 导致皮毛紧紧的收敛 无法开通 我们的皮毛没有办法呼吸 人就感觉非常不舒服的会发热 等一些症就出来了 我们重点讲药解 因为抚养法脉的一些药解 我们现在想的估议都不太一样啊 所以说我会在每一个法里边 讲一到两味药解决对核心问题 我们如果都去讲的话 我们这个时间太长了 书上讲的也比较详细 我重点给大家破解一下 再说讲到毛柱 毛柱就是仓柱啊 有分化太阴之事 所以它有走脾土脾胃的作用啊 那就是说它在后天八卦图上走更土的 有声达的药要健脾啊 健脾声达 同时呢 造土泄水 土造而水形 你看这就是仓柱 也就是毛柱啊 像江一样的根柱啊 水形而膀胱 小肠之气自然动荡 也就是说它有向上行达的作用啊 临床有些现在毛柱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用仓柱替代毛柱啊 功能稍微弱一点 但是仍然有仓有毛柱的作用就可以了 有开表画室 建中的作用 就行水等这些作用啊 所以说在非安育学的药物的描述 与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这些药解完全回归了中国传统文化 对药的认识通过气味形色 以及内政看到的 然后通过这些表述 特别是通过后天八卦图 他在这个八卦图的定位 以及运行趋势 才是真正的要解啊 这里面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讲了 陈皮与这个仓柱 这位对要来解决这个皮毛问题 我们看 我们刚才看了 仓柱有开表作用 那陈皮呢 我们叫生陈皮 就是我们买上街上买的橘子 把橘子半吃了 留的这个表皮 皮呢 以皮通皮 所以说气味心平 外通皮毛 内通网末 你看里边有网络丝 而且我们仔细看 皮毛外 这个 陈皮的外边呢 还有很多像 皮肤空眼一样 所以说这就是说 以皮通皮 还有走表的作用 所以说陈皮呢 毛孔闭塞了 所以说他 不开表 向里走了 所以形皮作用比较明确 生陈皮呢 开表作用非常明确 同时通皮肺而疏干 后边这些框号里的 是我的猪姐 前面的黑体字呢 是卢卢之的圆柱 上个表述的 达虫楼 就是说他有花坛作用 开格 也就是说有这个花坛作用 有形气作用 所以这两个要搭配 就有麻红汤的作用 第二个呢 我们讲了 柜子汤法 我们刚才说了 发热无汗 那用麻红汤 发热有汗呢 我们又用柜子汤法 这就是我们通过调整一些药物 来解决 山寒论麻红汤 与柜子汤的两个方的变化 通过这一个 菌猪扎套洋活酱的调整 就解决了 那这些组里边呢 我们用白柱加营洋活 这两味药都能解决 即感冒 比如说有汗 但是感觉还冷 体温还高 那就是说我们有白柱加营洋活 这一组要来解决 有汗表不解嘛 有汗呢 孩子头疼 身困 没精神 等等一些 还有 这就是说 用柜子汤法 那我们在临床 我们问诊里边 吃喝拉撒睡 多了一个汗 多了个汗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用柜子法里边 是用苍柱啊 是用白柱 通过这一句问诊 我们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在讲问诊过程中 讲吃喝拉撒睡 同时兼顾了什么 兼顾了一个汉子 问一个汉子 问了汉之后呢 那就是我们在 柜子法或者父子法里边 就知道了 是用苍柱 是用白柱的意思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内容 就在这体现出来了 所以它有柜子汤的作用 但是它不是柜子汤 它是柜之汤法 这种法是方向性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比如胸闷气端 我们还可以加味啊 所以说法呢 后边可以加味 方呢 你加味这个方的结构 功能都有变化 会影响整体疗效 那我们这个法呢 在这个基础上 随正加味 它不会影响疗效 这就是法一方的 最大的区别啊 定了方向了 本法应用 与太阳表证是一样 但是这个有汉表不解啊 就用白柱加阴阳货 这一对药 就解决了这一个 核心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在经常的书上讲的 伤汉有放拥 有汉用供珠啊 这个又错了 用供珠 就是此意啊 伤汉无汉用仓珠 就是这个道理啊 就是这一组药 调整的一组药 就解决了太阳伤寒的 中风虚正 那白柱呢 我们叫供珠产地啊 盛产于浙江一带 旧传官为皇帝选择而用 谷月供珠 即白柱 含油脂很高 可以自脾阴 外心香至温性 达脾阳 是个上温下达的药啊 所以说气味比较平和 入后天八卧图昆土的药啊 气味 微心气平啊 你看 是不是啊 这个药 看起来非常干净 非常干净啊 而且中间有孔 有通达之性 通达之性 一土补须建中 为什么一土补须建中啊 你看 黄色不归土吗 土为黄色吗 这就是说我们土为黄色 这就告诉我们了 那入土的药都为黄色啊 仓珠也是一样 所以说这样的颜色才能入 他某一个 某一个瘴气 某一个经络 某一个八卧图的定位 一土补须建中 主运中宫 也就是说有运化中宫作用 中土造土泄湿 所以说调离脾胃 有间中补中 以及化湿的作用 非常明确 中嘛 是中间的意思 所以说 复杨运气的柜之法 既开表 但是又立足于中土 所以说它是上通下达的核心内容啊 阴阳祸 阴阳祸又名仙灵脾啊 临床上有很多人认为 鲜灵脾是叶子 阴阳或是根 这是错的啊 鲜灵脾 历代都用的叶子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误解先弄明白了 微心微温是个新温药啊 我们过去认为它是个一肾壮阳去世的药 但是在这里是这样解释的 主九一之数 为什么九一之数呢 起一径 三至九叶 倒水莲目相金 且和罗里数一水数三木数九金数 所以说这就九一之数 得金气之最负 其用业酒吗 酒又金数 所以说它有金气 有酱的作用 这就是燕阳祸 你看毛刺一样啊 你看一致都是酒业 所以说这种药是非常神奇的啊 所以通过这一个药物的业之数 都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啊 你看这叶子啊 阴阳祸的叶子是用的就这种叶子啊 有的人发现不是从哪传出来的啊 阴阳祸 他们用羊油炒 这个我倒没有弄明白啊 用羊油来炒啊 羊油炒 羊油炒一下 这一个不知道从哪 这一个这个传起的 这一定有渊源啊 是我们现在纠正一下 我们所用的 这一个阴阳祸都是叶子 不用羊油炒 也不用根啊 所以说用羊油炒给这个过去的阴阳祸 有有什么 有撞羊作用有关系啊 而且用羊油呢 就借助羊肉是山气嘛 乳肝嘛 有撞羊作用是这种作用 但是我们现在临床上 一般来讲都不用用羊油炒了 用羊油炒了之后呢 这个药的这个腥腥味很大 会影响胃口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在禁药的情况就告诉我要阴阳祸 要叶子 不要用什么 不要用那个羊油炒就行了 就可以纠正一下啊 这个是过去的用法 我们在临床抚养法脉 没有这样用的啊 你看内通薄膜的纤维 外通皮毛的微阳 由引阳入阴 什么叫引阳入阴 后天八卦的昆土 那再到了千斤 这叫引阳入阴 起阴交阳呢 那等于说我们可以 从昆土到千卦 从千卦呢 我们带到砍卦 这叫有引阳入阴 起因交阳之能 所以说它有协和作用 所以阴阳祸 阴阳祸要阴阳和 阴阳和 反过来见就和阴阳 又调和阴阳作用啊 这是它的主要作用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法里边 每一个处方里边 讲一味药 不然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讲啊 内容太大了 太大了 我们看看第三个 建中汤法 也是君主杂草 阳 桂竹杂草 阳和姜 加了一味什么药呢 加了一味大麦 你看看 在这个法的基础上 加一味药 都产生一个新的作用 新的形成一个法 但是它主法是没有变的啊 也就是说有汗表不解 再加上消化不好 就加上大麦芽 由于它类似 小建中汤的作用 小建中汤里边用的什么 用的宜糖 宜糖怎么做的呢 宜糖实际上就是 大麦芽熬制的啊 所以说最后还是 宜糖 宜糖就是大麦芽的熬制产品 所以说用大麦芽 来替代这个义糖 义糖因为只有冬天才有 平时季节是不太用啊 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市面上 吃的糖瓜子 就是用糖来蘸的芝麻 吃的大糖 那就叫义糖 义糖就是用我们是大麦芽炒的啊 所以说它有兼中作用 非常明确 兼中作用 所以说这个建中作用主要是 是在柜子法的基础上 才有这个作用 如果没有前面的柜子法的基础 你看这里用的就是 白柱加一养货 这说明这个人 起码说有汉 微微有汉 而不是无汉 如果无汉的话 那我们就换仓柱 加一养货就行了 所以本法应该用 山海的建中汤之名 山海的建中汤 就是加义糖 在这基础上 加大麦芽 或者说还可以再加这调味的药 比如说 法斑下呀 老扣就是白扣人的意思 本法主要是健脾 健脾 助消化 运中工 凡是消化不好的 都是可以用的 这里面大麦芽 大麦芽这个药 我们大家都见过 就像麦子 长了芽之后 然后晒干了 它有通肝 肝之骨 有生生智能 所以说有助生智能 所以说它有建中作用 同时它又是我们人类的骨子 所以说它有建中调皮作用 有生生智能 这就是它能够解决我们消化不好的问题 第四个 我们看 灵为猪肝汤法 为什么要取这些名字 因为这些法有同样的这样作用 我们知道灵贵猪肝汤 在这个山寒论里边是治什么呢 是治水气病的 这里边呢 我们说灵为猪肝汤 就是复养法面的 这个贵之法里加上福灵 或者福神 或者猪福神 猪福灵 土福灵等都可以啊 加上之后呢 有花湿的作用 所以说它就有灵归猪肝汤法这种作用了 有花水气的作用 就可以治到气伤冲心呢 头悬呢 头晕呢 以失重啊 等等 如果还能治血尿 如果小便有 有结石了 有血尿啊 可以给加普黄啊 等等都是可以的啊 我们再看看 第五个法 叫什么法呀 叫去风之法 全名呢 叫去风 镇内风之法 我们看看 贵之白柱 南山楂 枝干草 生姜 加了为什么药啊 加了一味天麻 天麻 是一味去风的药 所以说在贵之法的基础上 你看这里边 用了白柱 也没有用陈皮 也没有用阴阳货 这就能说 这个人微微有点汗 但汗又不多 这就行了 就是不用加 那个协调的药了 就加一味药 加天麻 天麻应用指针呢 第一个头晕 第二个血压膏 第三左手胆脉服 都是应用 这个天麻的指针 这个天麻这个药 是个什么药呢 天麻这个药呢 就是一个什么药呢 就是一个像红薯一样的 长在地下 上面出了一个杆子 叫赤剑 但是它这个上面没有这个叶子 没有光合作用 所以说呢 它的很多作用呢 就是靠它对周围一些物质能量的吸收 然后把这些能量转弯回 为我所用 形成一些这些 自身所用 等于说它也是一个寄生的植物 它在地下 它借助别人的能量 别人的植物的能量合成 然后形成自己的发展壮大 所以说它能把外风吸风 把内风也吸风 为什么 把这些不正当的能量 通过自己的吸收之后 慢慢的能够转化为我所用 所以说 在扶养 在这个 它的功能上 我们都知道它有吸风作用 大家都知道手麻 这个头点 手动等都成为风筝 因为肝尾将心之干 有风才会动 所以它有阵风之能 现在认为高血压 也属于内风 跪之家添麻 去去风之后 就可以稳定血压 降血压 所办有的头昏 项目不适 都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说 今天晚上内容很多 但是我想给大家讲 不要那么复杂 如果讲太复杂了 我们大家比比较容易什么 容易发生 这个内容太多了 大家会什么 会难以记忆 所以我再从头给大家 再领受大家 再讲一下 这样大家对重转内容 我们要记忆 所以说 一些变化内容 我们做了解就行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临床常用的麻烦汤法 我们临床上问汗 就是解决这问题 没有汗 比如发烧无汗 我们都可以选择这个方法 来解决发烧的问题 那也许有人会问 发烧为什么用这法 能治发烧吗 大家想一想 他能不能啊 人发烧了皮毛 毛孔闭塞 我们人体的阳气 要冲散这些什么 毛孔的寒气 引起体内的阳气向外发跃 导致发热 你把毛孔打开了 通过苍珠尘皮 包括生姜 桂枝等都能开表 所以说他会把邪气 通过毛孔推出去 然后通过微微的出汗 然后体温就降了 所以就这方就能治疗发热 不要认为就二花联想工艺 他能他能治发烧 我们要对发烧的这种 病例病激内容要弄明白 这样才行啊 所以说 如果我们这个发烧情况下 那等于说是 没有汗 那如果有汗呢 比如出着微微身上汗 一凉三十还是三十八度 那就对了 我们用这档处方 叫桂枝汤法 在这方里边加白柱 加阴阳货 稍微收一下 这个汗 汗收住了 体温就下来了 为什么这个池癌的话 有汗表还不减 等于说人 推出邪气的同时 把阳气张出去了 没有回来 所以说 还导致体内发烧 你把体内的阳气 再收回来 就是说 寒气走了 你不用再去什么呀 再去去除它了 把它收回来之后 体温自然就下降了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 这些新温药 不能治疗发热 新温药 当然能治疗发热 发热不能都认为 都是认为什么 都认为它是热 它的热量 是人为体内 人为的产生 去些作用导致的 而不要把人体正气伤了 非要有些处处事事 要维护正气 就是这个道理啊 这是第二个 规则汤法 这两个法 是我们问诊中 要必须问到的 问有汗无汗 就是决定我们用仓柱 以白柱 我们要反复强调 这张处方 非常重要 是我们切脉表证 规之法 一问有汗没汗 有汗 那就这张处方 无汗 就是麻黄汤处方 那同时呢 如果我们在用麻黄汤 或者是用麻黄汤法 或者规之汤法 同时 怎么样 又消化不好 消化不好 那么怎么办呢 加个大麦芽 这就是说我们 既致感冒 又能什么 又能见中 这就是说我们 在这个 在规之法的基础上 加胃 那你又说了 那我又头晕 有的很多人 感冒头晕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加个弗灵 同时呢 还可以加个什么 加一个天麻 这就是说我们在规之法的基础上 加上大麦芽 可以治胃口不好 头晕呢 我们可以加天麻 同时也可以加福灵 这就是说我们临床上常用的感冒处方 那很多人认为这种处方就不能治感冒 我感觉 大家对主要对我们的抚养法面不太理解 抚养法面这些方就是治外感的 就是人解决人皮毛与天沟通的问题 人一旦皮毛与天沟通有问题 就会产生一系列症状 所以说今天晚上讲的麻黄汤法也好 桂枝汤法也好 我们去理解 理解同时我们要去用 不要说我们讲完学会就放在那里 那我感觉 那你对大家来讲 没有收获不行 我感觉去年好像我看见一个笑话 一个美女 自己打了调瓶 再给别人开处方 我感觉那就是对中医的 怎么对中医的嘲笑 你自己都不会用 你和别人开中医 那不是开玩笑吗 所以我们要平时 我们把这几张处方变化用好 就贵州炸套羊火浆 偷晕了加天马 舍太后我们加福灵 加他们就能治感冒 我们把他作为常规方 每天有感冒就可以治一治 用久了 你都知道有多么的神奇 我们今天所讲的课 不是我们就讲课 我们要为临床所用 我建议大家不一定做个好大夫 但是在古人的眼里边 什么道理呢 不管上之君臣 下之百姓 都要懂点中医 最起码是伤风感冒 拉肚子 你在家里会调整 你看过去的古人 凡读书人都会开个小房 吃个伤风感冒 拉肚子 可惜现在人 一说有感冒发烧 撑 打热 那就跑医院去了 一点这个养生知识都没有 所以现在我们上大学 除了学医学专业之外 所有的学科都不讲医学保健 你想要人的生命 一天到晚都在天地中运行 你随时随地都有可能 带来身上的不适 你每天都泡医院 那你想一想 那我们工作时间怎么安排呀 所以说古人学医 不一定都是看病 对家庭 对父母 对孩子们 都是一种什么 都是一种关爱 我们现在人不懂 所以说一说感冒 是关爱 开着车 那你到医院去了 我觉得去年还有个医院嘛 那一个老年人 那个时候老革命 本来一个 那就是个流感嘛 发烧咳嗽 说给家吃药吧 都有条件住院 一住院 一打钓瓶 打症肺炎 一打症肺炎 打症心衰 一打症心衰 那种昏迷 最后没有一个月死了 本身就有个感冒 为什么它能要了人命啊 就是说你一掉点水 人体的皮毛 堵得更死 水是不能气化 那你心脏的有问题 心脏有问题 那你要进到ICU 一进ICU 再进到那个冰窟窿里边 那你这外感含邪 何时能去啊 所以说一个小病 古人讲的是我们要怎么样 要用于我们 作为我们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我们要上校父母 下关爱我们的子女们 那就是我们要有一点 养生保健知识 小病小方法 我们在家里都能治疗 而不是说省钱 关键是有些现在很多方法 未必比这些方法好 当然这些好方法这么好 当然大家没有去用 我感觉非常可惜啊 所以说我们讲的今天网上课 不仅仅我们要去了解学习 我们不一定去做大夫 你就是就15克开一店 拿着熬着水喝喝 又感冒好了 一下牢骚 那不都好了吗 又非常安全 又非常什么 又非常平和 又没有猛烈的药 吃了都非常舒服 就这小方法 有的人吃了他也不舒服 那我就 那好办理 有长期外感吗 皮毛打不开 衣服要吃两天 慢慢就舒服了 是不是长期外感没好过 一上归制法 一顶他就不舒服 我就我这样 衣服要吃两天 吃上三天 感觉的挺舒服了 皮毛打开了 因为长期外感 很多人太阳携带着 没有什么 他没有表现是比较麻烦的 但是你把脉 膀胱脉非常紧 有头晕 有恶心 水师风鞋都上去了 非常重要 我想通过今天晚上课 我希望大家都做一个 有养生保健知识的人 我们不一定都去做个名义 我们家庭老老少少 亲戚朋友需要帮忙 举手治劳一个小方 八九五药又非常平和 煮点水喝 老少皆宜 有感冒就治了 有汗怎么变化 无汗怎么变化 头晕怎么变化 消耗不好怎么变化 舌太后怎么样 今天晚上讲的都非常详细了 今天晚上的主要内容 就讲到这里